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我们要一起来研究POWER PI的研习 POWER PI的话 我们是从初阶开始讲起 所以这里面有非常多写程式的部分 我先做好了 也就是说 等一下我会给你 就是前面写程式的部分 我们通通都不要做 但是如果说你很想学的话 那就请你施LINE 就是我等一下去告诉你 我的LINE你就加好友 我再告诉你 你就不知道要去写什么程式 而且全部都是线上教学 可以了解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 POWER PI研习 我们着重的是 假设你已经会了Excel 然后当然也要会写函数 例如说Be Lookup 这已经是你要写这个课程 必须要会把它当作是 加长变半一样的一个了解程度 当然最简单的SUN跟AVERAGE 这些函数一定要会来 我这边我尽量使用的是 POWER BI功能化的特性 它全部把函数 你连程式都不用写了 尽可能的就是让你点几单 你就做完了 着重在视觉化分析的部分 既然是视觉化分析 我们已经了解视觉化分析 它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现象 看到了这些现象之后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能够 透过时间特性的这种特征 来去继续往下来做研究 什么研究呢 举例来说 当然如果减定的话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方式 这是一定要做的 但是统计它有一个也算是特性 就是你单开统计课本 它的sample数一定都是抽样 而且一定都会在1000以内 那我们现在拿的数据 绝对都是很多年的数据 那如果说来去做一个比较的话 这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才叫大数据分析 再来那既然大数据分析 它有别于统计 它有多了一个时间特征 我就希望我这一个翻译 虽然我们是交一个初阶 但我会希望让人看到一个 时间特征的一个呈现 当做是结果 这里统计证定不要重要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 我们要看 例如说人口 台湾人口的一个变化 我们一定是透过时间的特征 我们就给它很多年的资料 几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 只要是内政部 它有提供多长的资料 都是要拿到 还有多细的资料 例如说它提供年的资料 还是季月的资料 越细越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去看时间特征 它是人口是逐渐增加 还是逐渐减少 对不对 我们一定知道看这样子一个趋势 然后接下来 你看到这个现象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来去想 是什么影响 是什么影响 这个人口数的增与减 这件事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我只是希望说 你们可以透过来上这门课 有对大数据分析 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那我使用的是经济部提供的数据 其实它提供的数据从八十几年开始 一直一路一直到110年 也就是去年 因为它等到明年所得罪收 就是结算之后 它可能才会公布今年的资料 好 那你拿到这么多的资料 拿到这么多年的资料 那上面有好多 有人口 有收入 有支出 那我们就可以去看一看 到底 当我们拿到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去做分析 我先说在哪里呢 在太阳的阳 上面是我的LINE 微信 还有我的办例 下载的位置 好 那等一下你们就要 第一件事就要去下载办例了 我包含今天我们靠BI 已经做了一个 就是半成品 全部都提供给各位 好 我现在是在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然后攻读我的最后一年的一个国事协会 希望能够赶快取得我的文凭 那我的专长 之前因为我是念之工 后来就觉得 我有这么多的国际国内的电脑制造 我就想说再去提升自己 然后就跑去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希望跟医生与生物专家一起合作 解决癌症的一个问题 好 那当然我很喜欢研究的是医学相关的议题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 在像我们今天举的例子 我就不要一直在讲那个疾病的问题 我就先讲人口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它与我们也是一个习习相关的主题 主要是希望让你们去了解 那我就要开始来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Power BI是什么 好 我们还是要先去理解一下 Power BI 好 那我们几乎就是 例如说这个Power BI 好 就直接按Enter 你就可以到这个微软的Power BI的主要的一个网页 好 它最重要的功能是在做资料视觉化 资料视觉化 那简单的说就是把资料用直调图折线图等图表呈现方式 让大家看得懂 再来我比较喜欢Google搜寻引擎 好 那Power BI它最重要的五个字是资料视觉化 那你会做资料视觉化之后呢 你可能还要知道资料视觉化的另外五个字是 互动式爆表跑去哪里了 好吧 那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下什么叫互动式爆表 像这边 这个是一个仪表板 在这个仪表板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张视觉化图表有横条图 圆形图 直调图 好 当然不管是横条或直调 我们都可能我会讲成bar图 因为我觉得英文的描述会更贴近 更贴近 呃 例如说点选最长的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环形图跟另一张bar图会整个联动 就直接马上变给你看 这样子的话可以刺激我们视觉看到之后有一些推敲 或者是想法 好 以观察现象 这就是互动 互动式爆表 那不是只有点这一张的其中某一个因素哦 是随便任意一张你都可以点点看 所以今天早上我第一件事情要先教你如何画图 第二件事就要教你如何互动 这样子可以了解哦 好 就是把它最主要的特色告诉你 第二天我们再来好好的讲研究 好了 这就是Power BI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知道Power BI如何下载 所以你就在例如说Google搜寻引擎 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Power BI下载 第一个下载Power BI工具和应用程式 建议您真的在看这个中文字的时候 你稍微也要看一下有没有微软 这样可以了解哦 好 那个呃 有微软因为这是微软公司的下载点嘛 好 请点这个下载Power BI 那其实Power BI它有手机版 这个Power BI行动版 所以它下面是不是放了这几个图示 各位应该知道就是你要拿起手机到你的APP下载的地方 可能是呃 如果你用iPhone就到APP store 如果你是在这个嗯 一般的Android系统的手机就到Google Play这边来去做下载 那我们现在因为是要安装的是这个电脑版 可是它电脑它不是放PC 它放的是叫做Desktop 接下来呢 这边下面是不是有两个下载 有两个超连结 一个显示下载 一个显示进阶下载选项 请点进阶下载选项 因为每一次每一个人都会问我 他点了下载之后 他反而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我还是一样先告诉你 点这个下载 然后他就说请问要不要去这个Microsoft Store 可以了解吗 而且一般消费者看到 他会觉得他的习惯一定是按取消 对不对 你看嘛 这边以视觉化来说 你会习惯点他的一个暗示 一定是点什么 蓝色这一个图示 对不对 他的意思是说 请你先到微软公司的网站 注册加入会员 然后再免被下载这一套应用程式 你干脆就不要点他好了 点这一个好吧 进阶下载选项 然后接下来你看到的一定是英文的画面 不要紧张 稍微拉下来一点点 因为这图太大了 这个图太大了 稍微拉下一遍 他就说请选择你要下载的语言 可是 也有很多同学 他看到download 他就直接点了download 请问这时候的下载 一定是下载英文版 对不对 所以他就问我说 为什么我的 我的Power BI是英文版 这样有听懂 好 那麻烦请你切换一下 切换到 Chinese Traditional 就是很多同学 就是在刚刚那个地方 他去下载了 就直接点了download 好 然后这边你再点下载 好 这边有两个 只要使用64位人就好了 因为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人 在使用32位人的作业系统了 好 都是64位人 所以请选64 后面有一个64 好 点选下一步 就开始下载了 可以吗 通常同学卡 就是卡在刚刚我说的那件事 这件事也不请你们做了 可以吗 好 因为你们电脑全部都装好了 请你回家是做你那一台 你的笔电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下载完毕 安装 安装连注册 真的都不要注册 所以 只要你 对不起 那这我就必须要关掉了 好 只要你做完 只要你做完 刚刚就是下载的动作 下载完毕之后呢 它就会放在什么地方 就打开资料夹 然后下载 这边有看到 这个就是 那为什么会有两个 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 其实我两点就起来 实在是压力真的大到 论文真的很不好写 尤其在最后关卡的时候 那个前面真的做了好多噩梦 算了不睡了 赶快起来先弄我的东西 我的研究 好 然后 快速点两下就开始执行 记得它在下载里 下载 然后快速点两下去安装 那我们这边就不做安装的示范 安装完毕 它会在桌面上建立捷径 你们的桌面也有 好 所以等一下呢 我要请你们打开Power BI 就是在桌面上快点两下 Power BI 好 以上是Power BI 是什么 然后软体从哪里下载 下载完毕之后 怎么安装 以及如何启动Power BI 好 我暂时先介绍到这边 我接下来 因为我们上课呢 我要去使用范例 连范例我在初阶 我都快速跳过 你知道 这个当你拿到资料 当你拿到资料 像政府机关的资料 最原始的资料长什么样子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 我们有进阶课程 就准备 是要让你会去写这些程式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原本我从经济部下载下来的范例 它长什么样子 好 那在范例里面 经济部 RAW DATA 例如说110年 它原本长的样子 长这样子 而且这里面 这里面就是说 那个以新北市台北市 然后加户数 平均每户数 好 那这边 你应该知道 我们有22个县市 列额 好 在这个地方 只有列了6个 然后在这个地方还有这几个 可以吗 不同资料的 还有其他的 而且它这边还没有列金门 马祖 这些外岛地区 好 那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 我们因为要去做大数据分析 我就必须要先把这个资料 整理成可分析的样子 所以 所以我就要去透过 因为我拿到的是Excel 所以我用的是 我用的是110年 我用的是Excel VBA 来去把它变成 我可以分析的资料 我可以分析的资料 好 那 49 50页 然后50 51 对不起 5152页 长这个样子 然后 这个 要做到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要去 做什么事 就是写写这个 BBA程式 BBA程式 那我这个 内容 这个写程式的这个部分 方便我去收集资料 我是安排在大数据分析 进阶 所以今天你们就只要 先跳过这一段学习 那这一段完整的学习 那你就要参考到我其他的课程 这样可以了解 好 那 我已经全部做好了 就是 它每一个档案都变成一个可分析的样子 好 例如说这个是101年 好 长成这个样子就可以分析了 好 好 好像有一段小城市被我删掉了 因为刚刚突然看到说 假设我打开 这个地方 它是空的 它应该补一个score 我觉得我可能要稍微 稍微赶一下 所以我这边 我讲一下 我是怎么做 这些档案 我先关掉 好 就是我要拿到这个原始的档案 原始的档案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透过这个原始的档案把它变成是可分析 所以我当然就要透过开发人员聚集 好 那因为刚刚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 我发现我的score可能被我删掉了 就是科目名称我取名叫做Title 如果没有那个科目名称的话 它会产生另外一种问题 那其实聚集不是很困难 我怎么加进来呢 怎么加进来到这边 我就现场直接做一下给你看 就是我要去做一个录制剧集的动作 然后接下来游标移到这个位置 然后内容直接输入Title 做完我就停止录制 那我刚刚做的动作 我必须要把它就是我希望说我会写这段程式 但是VBA的好处就是它不用你会写 它会自动帮你写 就像我刚刚做的这个聚集 聚集十一 它的程式内容 它就写就是到到某一个储存格 然后然后输入内容 这就是输入内容 输入什么内容呢 Title 因为我要等于说把它复制 贴到贴到 对真的被我删掉了 贴到这边 但是这个时候应该是要叫A1 好 然后接下来我必须要把我的 我的刚刚这些资料重新跑过再给各位 所以我先把109年之前都先删掉 好 让我再重新跑一次 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能给你们正确的资料 109年 那如何去执行刚刚写好的聚集呢 就是因为我刚是在这个档案写聚集 所以当我写好这个聚集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 我不会 我没有去 就是说虽然说我是在另外一个档案 另外一个ESAL档案叫做 全国收入109年的这个档案里面 但是他可以去执行另外一个ESAL档案的聚集 好 开发人员聚集 这个为了泡我 所以先把11给删掉 聚集 执行 好 你看一下 我现在放的109年 109年 他左上角就有抬头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我只是想简单的秀一下 告诉你说 这个过程 如果你也想要去了解 怎么做 从头到尾 那么多的聚集程式 我的教法是一步一步的去做 所以 所以只要你愿意学 就欢迎你来报名进阶班 好 我从108年做到100年 好 然后这是106年开发聚集执行 这是105年开发聚集 执集 执行 108年开发聚集 执行 执行 103年开发聚集 执行 107年开发聚集 执行 104年开发人员聚集 执行 102年开发聚集 执行 101年开发人员聚集执行 还有最后100年开发人员聚集执行 好 做完之后 我把这个做完的档案 再看一下 这边都有抬头了 就是我们要分析的资料 它的栏位名称不可以是空的 好 那接下来我先把它压缩起来 好 然后放在 我放在我的云端硬碟 准备让你们可以去下载 好 那在我的讲义 在我的讲义里面应该有写就是在我的这个办例下载的位置在这里 GOO.GL斜线 YPZ 那请你注意一下 这个最后面的R跟P 这是大写 只有这两个字母是大写 好 也就是说 假设你现在你要下载办例 就请你第一件事情 点选 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输入 刚刚的网址 GOO.GL斜线 GOO.GL斜线 YPZ RXT 记住哦 大小写是有差别的 然后 Enter 接下来呢 这边 这是今天的日期 今天的日期 你因为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就不设密码了 其他我都有设密码 因为今天是要给你们去方便使用 你就等一下把它下载 解压缩 好 就请你点办例下载 那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成品观摩 我习惯是这样子 就是说 上午我做到什么地方 我会把我成品放在这个成品观摩 下午上完课 最后的结果 我也会放在成品观摩 提供给该天上课的同学 可以了解 好 那首先就请你点这个 这个10月18号的办例下载 好 那假设 假设你没有在登入的状态之下 不用登入哦 好 然后请你左上角 左上角 滑鼠游标移到左上角去点它 点这个下载的图示 还有第二个就是压缩 那个办例的压缩 请你点它 然后就麻烦请你们现在要开始跟着我来去坐楼 请你们现在动手下载半例 那下载下来这个视窗我就先暂时关掉了 现在是我的画面吗 好 那接下来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说 因为我下载下来的范例我就想要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让Power BI这套应用程式可以去读这些范例 所以第一我必须要知道我的下载的两个档案放在什么地方 他放在请打开档案总管 好 第一请打开档案总管 第二请点选左上角的下载 其实在快取图案有下载 在本机也有下载都可以 他所指的地方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就有看到这两个档案 一个是压缩 一个是压缩档 一个是Power BI的复应用程式做出来的档案 他的复档名叫做PBIX PB就是Power 然后Power后面不是有BI吗 对不对 他就直接呈现BI 然后是不是多了一个X 因为他其实都是用网络连结 就是他其实可以把所有他的资料 透过他幕后有一个伺服器 然后透过这个网页技术的一个传输方式 所以他是用XML的技术 所以这后面像以上的档案 他最后面是不是有一个X Doc Word文书 他后面也有一个X 是这个原因 接下来我要请你们把它解压缩 滑鼠右键 解压缩全部 然后就直接请你直接点这个解压缩 就好了 可以吗 就是到时候你这个下载 就会多了一个这一个 好 你可以快速点两下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堆的档案 一堆的档案 可以吗 好 我要特别特别请你讲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档案 这么多个档案 只有这个档案 我有经过特殊的理由 要把它栏位名称做满 当做是我的第一个档案 可以吗 因为所有的档案 所有的档案 他有的是 有的栏位是这样子 有的栏位是 就是 Title跟这些 有的是 有的档案 Title加什么 屏东这几个 县市名称 这样可以了解 只有 只有这一个 请注意 110年 只有110年 这个档案 49 50页 我把它20个县市 扣除金门 马祖 那个外道 好 把它给做满 那这里面 我还要再强调讲一下 档案县跟档案市 我就不去管它了 知道吗 这里面 就是档案市 103年之前的档案市 跟104年之后的档案市 是不一样的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 那个范围差别 范围是有差别的 好 那因为 我是觉得我们是初阶 就没必要 全部都要让你去 熟悉了解 你要先懂初阶 我们才会有进阶 好 所以我只是要请你先知道 我所有的档案 它的栏 它的栏 其实这个栏位名称 是不一致的 可是没关系 反正我总偷偷 就这么多县市就对了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档案 是完整的 好 那我只是要先告诉你 这个档案等一下会 马上就要用到了 而且为什么是110年的 第一个档案 而不是用100年 而是用110年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收集栏位的时候 我们是以最后面 最后面那个年度为基准 会比较好 举例来说 我们现在像我们收集那个气体的资料 我们现在会收集PM2.5PM10 请问20年之前 可能不太会收集这些数字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栏位 好 所以如果你是拿这一个资料来当作收集 100年的资料来去收集 如果一产生栏位有别的时候 后面新增的栏位 你收集不起来 好 这样了解 先大概知道这么一回事就 好 那刚刚进行了解压缩之后 它就已经不是 它就不是一个压缩的档案 所以它变成一个资料夹 那因为你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有好多张工作表 当我们希望读入资料的时候 我是要一次读入一张工作表 还是一次读入一个档案里面的六张工作表 还是所有的档案 一并把它读入进来 当然就是一并把它全部读进来 对不对 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 好 所以我接下来就要请你们学会 打开Power BI 而且把范例档案整个读进来 因为这个内容会有点长 所以我先快速的示范一遍 首先我们当然要先打开Power BI 快速点两下Power BI Power BI它会跳出这个视窗 因为第一次讲 我就直接先快速的做完 你只要方便你记 然后接下来我要取得范例 所以就点选取得资料 点了取得资料 点上面这个图示之后 接下来请选档案 档案里面有资料夹 连接 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你记得就是看那个 你绝对不看灰色 你就看那个暗的颜色 然后接下来它都会有颜色的指导 好 连接 接下来浏览我就要去找到 我刚刚是放在本机下载的 这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 确定 确定 就是你透过浏览去找到 接下来它就呈现说 这边有好多个档案 然后请选黄色 你有看到黄色 而不是其他白色 好 黄色的 合并并展入 那我的第一个档案 要以谁为基准 我要以 不是第一个档案 是 是这一个 110年的第一个 4950这一页 110年 这一个 4950 可以就可以看到 有title 总平均 新北市 台北市 桃园市 台中 台南 高雄 宜兰 一只类推 可以吗 然后确定 这样子 你稍微等 它就把 好多好多个档案 全部都合并在一起 然后 关闭 这边 这边如果你看到 那个只有一点点的错误 就算了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些 是空直 或者是文字 的 类别 然后 它又改成数字 然后点选 关闭 这样子我们就 做好了 记得住 就是 请你们 试着先去 把 范例 整个资料 讲 读进来 首先 当我们要去做 视觉化分析的时候 你要先知道 知道 你有 多少的 栏位 但我们因为 第一次开启 这套软体 所以我们先稍微 看一下 Hower BI 这套软体的界面 首先可不可以看到 它功能标签很少 就是档案 常用 插入 模型化 检视 说明 也才六个 好像跟小怕家的 功能标签数 差不多 那当然 最重要的 我个人觉得 最重要的 绝对是常用 那至于插入 检视 说明 其实你都可以比照 比sale 那这边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叫模型化 这也是 这也是 我们完全 不用教的 知道吗 因为它比照 属于 进阶 像那个 函数 函数 但是我们多多少少 还是要会让你知道 这就是写函数 好 对不起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理解的 就是说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它有 就是常用底下 有很多的功能图示 这些功能图示 你都必须要了解 好 原则上 原则上应该都要去了解 好 那我会认为 这里面 是很棒的工具 就是插入的智慧描述 因为每次我都会希望 就是说 我们现在画了一张图 是不是就会要观察 这张图告诉我们 什么现象 对不对 那我都会问同学 通常都不会有同学礼物 没关系 机器自动产生 智慧描述 可以了解 它就直接去解析这张图 但是机器都已经能够做到 你就必须要懂 它到底在说什么 我觉得这是 等一下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的 甚至它这里面 还有一些什么问以答 我觉得都很棒 都非常棒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去看 就是说 这左边三个功能 这三个功能 我们稍后再 让你去了解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 报告在这里 报告就是长这个样子 就让你去画图 第二个是 让你去看资料 很像Essal资料表 等一下 有看到吗 好 反正就很像那个Essal资料表 再接下来 这个模型就跳过了 这边就是我们画图的地方 好 所以等一下你要这两个会切换 一个是报告 就是前面画图的地方 一个是看资料内容 好 就这个差别而已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这边有筛选 有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简单说就画图 它这边提供了大概40种图 但是这边有一个点点点 它就请你连接到 Microsoft Store 有听懂吗 就是说你如果你要40种以外的图 没关系请你注册加入会员 它放在网络上 网络的商店 好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R跟Python R的话它就是画图 所以它虽然只画了40种 但是这40种 我们可能都没办法全部在这两天讲完 因为举例来说 假设我教了这一列的其中的群组直条图 我就觉得我这一列我全部讲完了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它只是方向在那边转来转去 还有要不要累积 好 那接下来 这个叫栏位 这个叫栏位 本来没有取得资料的时候 栏位是说起来 这叫智慧 这样懂吗 当我们今天取得资料之后 它的栏位会直接展开给我们看 这叫智慧 有听得懂吗 就是慢慢的软体它也都在进步 所以你也必须要去知道说 我们就是使用它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成功取得资料 它就直接说起来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快速的复习一下 这边是功能 功能区 然后这是我们画图的地方 然后这里有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 还有栏位 筛选 因为你现在都还没有画任何的图 所以不用做筛选控制 好 所以它就说起来了 好 大概这些区域内容 我又必须要开始稍微跟你们介绍 如何画图 我们首先要先了解 了解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 很多个栏位 其中这边有各县市 其中这里有各县市 好 然后有title 其实这个资料 这边就可以看到说 大家都是数字 唯独只有桃园市 它前面没有11格 请问你会不会觉得 你从这样子看它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你要开始培养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学习的方式了 听得懂吗 好 请问一下 这个栏位 这个栏位 我现在用它来做分析 对不对 可是 如果说它的栏位 假设这个定义层 跟它不一样 你怎么去做计算 比较 对不对 好 我再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跟你讲 就是说 没有任何图示 它就是文字 显然 我们一般收集到的 资料 哪一种类型最多 文字 对吧 好 接下来这个前面是不是有一个Sigma 对不对 有一个Sigma 好 它就是数值资料类型 好了 请问你 资料分析是在分析文字类型 还是数值类型 数值类型吧 对不对 资料分析 最早我们都是在分析数值 同意吗 可是后来就是因为 我们还有很多必须要去做分析的类别 决定来说像文字分析 文字看看 语意分析 对吧 好 可是你最重要可以写函式做分析的 几乎都是这个数字 数字 数字的类型 那文字你如果也想要把它做分析 你就要把它想办法去转 例如说我们就把文字类型算出它有出现次数 对不对 类似这样子的分析 可是数值分析你就可以做好多 像比较 好 大小的判断 排名次等等 非常多 那 还有 这边有一个 各线市都是 然后请问一下 这边就还有一个总平均 总平均在这边其实是多余的 可以理解吗 总平均在这边其实是多余的 请问各线市的加总不就是总平均吗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假设你今天你分析各线市 然后放一个台湾省 再加上因为台湾省还有各线市 那是不是还有外岛的 台湾省跟外岛 它是不是就整个南瓜所有 可是如果你把台北市跟台湾省全部的资料 你都收集放在一起 那个台湾省其实是可以整个直接拿掉的 可以吗 这样大概有听懂我的意思 反正就是你在画图的时候 你要一致性 比如说各线市别的比较 就不能放台湾省 所以那总计是什么 各位应该知道 对不对 你台北市跟总计的比较 这是不正确的比较 好 那我们就先来画 对我们 所以我刚刚要跟各位讲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拿到资料的时候 它就是不对的资料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 去做什么事情 去做资料的清理 如果做资料清理 一样我快速的做 因为它动作真的没几个步骤 我就先把桃园市的类型改成 我们看一下好了 你看桃园市 桃园市 桃园市在这里 看得出来吗 它全部都是靠左对齐 那为什么它是靠左对齐 因为这时候系统 POW BI 它没办法辨识这个三位 数值的三位一品 千分位图号 所以它就把它视为是文字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做 所谓的一个类别的清理 如何做类别的清理 好 第一点选常用 第二点选 转换资料 我都是点上面这个图示 第一点常用 第二点转换资料 第三请找到 请找到桃园市 你看台北市是不是前面是1.2 对不对 桃园市前面是ABC1.2.3 它就是综合 所以请点这个ABC1.2.3 第四件事情 请点这个桃园市 ABC1.2.3 然后请点小数 然后你做完这件事了 对不对 好 请点关闭 这个常用底下 最后一个动作 请点关闭 并套用 上面这个图示 好 这样子 你就可以看到 桃园市 是不是就改成柱子了 这个动作 其实我们现在放转座 我们不重做了 我们来 我们把刚刚的档案先储存 所以我现在先教你们储存 要换我提供的那个范例 因为我里面已经写了很多的资料清理 在里面 好 画面就使用一下 我先讲一下 如果刚有档机那一台 你可能就不要再用 因为今天我们会一直档机下去 换一台 换到不会档机 好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所介绍的内容 就是从拿到资料 资料取得之后 我必须要去做一点资料清理 事实上要做很多资料清理 所以等一下就要马上换到 我提供给你的那个范例 因为资料清理我已经写进去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把刚刚曾经做的这个档案 刚刚是做桃园式 把桃园式本来是文字类型改成数值 也改好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档案怎么存呢 好 你就点档案 另存 或第一次弥点储存 它会出现另存 我的习惯是把它放在就是有一个成品的资料夹底下 好 我就直接去今天的日期20221018的收入 然后这是项目 然后点储存 这样我就存好了 好 那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存好就可以请你们把这个档案给关掉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这件事 那刚刚如果当机的 你只要赶快先去下载账入 下载账入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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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谈到做分析之前 必须要先把资料做资料清理 它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教太多写程式 不太适合放在初阶 所以我先写好这些程式 直接让你们大概知道 我做了哪些事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看 首先你要打开 我刚刚下载好的第二个档案 这一个套别的档案 在快速存取的下载 然后这个档案快速点两下 2022-2017收入第一版 然后接下来 你现在会看到 这里面有两张资料表 一张一张是标准的 这是最原始的 这一张是我已经做过资料清理的 然后他只是先把它折叠起来 各位应该知道大于这个意思 所以当你点一下这个 等一下我们着重都在这边 着重在这张资料表这里 来去跟你做分析 所以你看你只要打开这个收入下底线 Clean title就可以了 可以吗 好请你们先快速点两下打开 我们慢力打开 请问一下 这个档案 这个Power BI档案 它的来源 它的资料来源 一定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拿到这个档案 它的资料来源 一定是来自我这台电脑 我这台笔电 对不对 可以理解吗 好 可是你现在你拿不到 我这台电脑的资料 所以你必须要把资料来源重新改掉 改成你的资料 有听懂我的意思 好 你看 那所以我们如何去把这个资料去做改变 首先在哪里做呢 常用 转换资料 好 一常用 二转换资料 我都是点这个图示 因为下面太多选项了 因为通常同学就会问说 老师 下面有资料转换 资料来源设定 编辑参数 那到底我要选哪一个 可是我明明就是点上面这个图示 了解 好 点上面那个图示 90%都是点上面那个图示 所以我就不用刻意的再去细部的讲解 好 一常用 二转换资料 其实当我点了转换资料 我们现在到的是什么地方 请你这个这个视窗稍微拉下来一点点 我们现在打开来的是Power Query编辑器 已经跳到另外一支程式了 本来是Power BI Day Start 现在跑到资料编辑器 这是资料清理的地方 有听懂吗 我现在等于就是说 我现在已经从原本 原本可能是 那个 以色谣的画面 然后因为我要录制剧集 我要看它写什么程式 我就会跳到另外一个写剧集的BPA的视窗 这样意思 这样知道 所以 画图归画图 资料清理归资料清理 可以吗 好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请你看 最下面这边 最下面 稍微放大一点 因为我有两张资料表 但是我只想请你先动手做的是 两张都做好了 就是把那个来源资料改掉 所以先做第一个 先做第一个 叫做收入下底线Clean1017 这个是最原始的资料 都没有做任何动作 然后接下来这个来源 来源 你看它这里面 它的最大的最棒的地方 就是它会把所有我曾经做的动作 全部记录在这边 好 所以 所以 第一个 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先把资料取得进来 它叫做来源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修改来源 好 请 请你看一下 请你看一下 我把这边 请你看一下 这个路径 是不是你那台电脑 这边就不是了 对不对 因为你的路径是不是在下载什么什么里面 对不对 好 所以 最简单的一个改法 如果你 因为我希望你学会是快速点两下 然后透过这个浏览重新去找 可以吗 所以 进入Power Query 编辑器 一 点到这个收入 二 针对 它的所有的步骤的第一个 就是来源 快速点两下 三 浏览 请去找下载里面的资料夹 确定 确定 可以吗 就这样子 就做好了 顺便也把这一个一样的动作 这个 最上面 最上面 这卷周 你看我 我主要是要跟你讲这一个 主要是要讲这张测览 最上面 来源 快速点两下 浏览 然后去找下载底下的收入 Cleaner 收入 确定 确定 换你忙 做完这件事情 就请你常用底下 关闭并靠用 可以吗 可以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地方的错误 我只能先模拟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刚刚点他 你会看到左边有一堆的错误 不会像我这边都很正常 也不是错误 就是警告 反正我跟你讲 资料清理不是这么好玩的 首先我必须要先做出 跟你们一样的情形 因为这有很多的办例档案 我全部都要改掉 好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 我就先把我原本放在一碟底下 一碟底下 我就只先改这个路径 可是为了要模拟做出来跟你们一样 所以这个档案我先关掉 存的 关闭 否则他不让我修改这个资料夹 我先把这个资料夹 直接换 换资料夹名称就好了 他说我还有 所以我这些 开启的档案都要先关掉 好 然后我再重新开刚刚下载的这个档案 就会看到类似你们看到一堆那个错误 因为每一个都必须要修改 都是修改来源 好 我先点重新整理 好 所以你刚刚是不是重新整理完毕 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形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继续去修改资料清理 你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转换资料 首先我们就要从上面往下去改 这两个应该请问你们刚刚看到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惊叹号 也有 不是 我说你改完之后 还是有 好 那我们现在先看 你看这边他就告诉我什么事情 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找不到这个路径下的一个资料夹 所以我要改来源 当然你看他是自动跑出来说范例档案范例档案 然后来源 所以你可以点这个编辑设定 他是不是就是去请你修改资料夹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快速点两下这个来源 是不是也是改资料夹 是哦 这样理解吗 这些一定要把它做全部都是正确 我们才能继续往下交 可以了解吗 那我就只好请点这个浏览 然后找到我本机下载里面这个资料夹 确定 确定 所以你看范例档案是不是从原本有惊叹号变成没有惊叹号 这样有听懂我的意思哦 然后请你请你做完这件事情 做完这件事情请先稍等我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从上面到下面 包含就是这几个今天我都必须要讲 好 请你来现在先改最上面那个范例档案的来源 所以那个当你今天你要进后台修改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请满 稍微学一下这种 这种 这样的一个项目 再来 我们下等的一个装夹 在这种后方的几个部分 在这种几个部分 继续了 因为这个在座也是 还是在做来源的修改 方面就用一下 然后接下来这边 这边转换办例档案 是不是有修改 因为这边有出现金探号码 什么叫做正常 对不起 这样子叫做正常 对不起 我应该怎么说呢 你今天你看到华鼠 说他是华鼠 这叫正常 对不对 好 你现在看到这是一张资料表 所以他这边就要出现资料表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 这样子才叫正常 可是你看这个地方 因为他出现金探号 他代表说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他图没有画出来 所以你就必须要把它改成正确 好 接下来你就真的必须要稍微看 这个文字的叙述 他就说 他说这个查询中发生错误 就是找不到资料夹 对吧 找不到资料夹 所以我们就去修改来源 快速点两下 可是这边已经没有地方让你改 对不对 对吧 所以 所以怎么改 所以这边是没办法改吗 对不对 编辑设定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改 好 接下来这一个 这一个也没办法修改 好 然后接下来我看到 这一个收入 收入的话来源是正常的 可是这中间一定会有地方是错的 这边 有看到吗 这是到这边都正常 可是这边是不是就开始错 叫已展开资料 已展开资料表资料行一 这个地方错了 有看到吗 你应该也是在这个地方会出现这个错误 然后 我现在我的做法 因为他说这个地方已展开错了 已经错了 可是我又不能做任何事 我不能做任何事 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一个步骤删掉 听得懂吗 我们等一下要请你做的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就是这个 这个收入 Clean 1017 这个是我的等于说是raw data 好 然后这边已展开 就是这边是正常的 这边不正常的 好 不正常 那我也不能做任何事情 所以就直接把它给关掉 直接把它给关掉 就删除 然后回到上一个步骤 重新做展开 可以吗 刚刚展开是错误 所以我现在重新做展开 所以点他 点这个 点这个叫展开 这个 好 点他 然后 载入更多 因为他说资料清单可能不完整 所以就点载入更多 然后 再点 确定 可是 麻烦这个就不要了 使用原始资料行名称作为前置词 这个不要 确定 然后 插入步骤 你看 从这个地方 刚刚票道展开 是不是没有出现 现在是不是就有出现了 可以吗 可以吗 我先讲到这边 因为等一下我还相同动作还要再做一次 我是希望说你们能够就是听懂 因为这边应该算是这两边最困难的地方 画面就用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剩这一个 这个才是我最重要的 这个是我最重要的 然后 请你看 来源 是正常吗 对不对 好像还是这个问题 这样知道吗 展开 请问你还记得展开是依照那个什么档案吧 展开是依照110年的那个4950那一页 那个资料 可是我这边因为我为了省时间 我就不去处理这边了 好 我一样 一样就是他有惊叹号 好 所以我要针对他做修改 然后接下来你从上面 你往下来去看 看到这一个出现错误 那我们当然就只能选择删掉 然后接下来这边 以移除其他资料 你一定要移到上面去 你不是要在这个地方做展开 因为你不能展开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移到上面 才能做展开 好 所以请点他 然后载入更多 载入更多 他就会把那个其他更多的限制 全部都列在这边 然后确定 这个绝对不要打勾 因为这边是错的 我就不去按照那边的办理 好 插入 好 你看现在都变正常了 然后你终于可以常用 然后关闭并套用 我要继续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其实我这边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 需要修改 我暂时可能就不先修改它了 好 所以我就直接先把它关掉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还是要赶快画一些图出来 首先我们画这个 我们先看我们的资料 这张资料表的资料 所以怎么样去看我们的资料表呢 本来我们是这个样子呈现 可是我现在我想要看资料内容 所以你可能会打开来 那请问一下 我这边 因为这个资料清理我已经都做好了 所以请问一下 棉 各位请问 统计棉 它是文字还是数字 它是文字 然后收入组类 收入次类 它都是文字 那你当然会希望看到内容在做判断 所以我现在给你看内容 所以要点左边 左边这一个资料 然后点下面这一张 棉 可以看得出来它都是文字 它都是文字 可以吗 请你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学号它是文字 你不能说把所有数字都当作是数值来处理 像2011加2011加2011 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可是所以因为它是文字 你可以把它计算只能算次数 例如说2011出现几次 好 接下来收入组类 这都是文字 没问题 收入次类都是文字 各位懂 可以了解什么叫 像什么消 消费支出 消费支出 还有像那个 什么 所得收入总计 还有它这里面有什么平均每户人数 平均每户成年人数 好 反正就是我到时候想要去算这些关系就对了 它有这么多的因子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总平均 总平均 对我们来做计算 我想要知道是哪一个县市的平均 所以这个总平均真的不重要 好 不过我也附上 附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要去讲说 我想我们可以算什么 所以我们先画第一张图 你要懂为什么要画这一张图 好 我先给你们看原本的资料结构 最原本的资料结构就看 看我下载的这个地方 好 我想请问一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算一件事情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所得收入总计 所得收入总计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新北市所得收入总计是138万 就是一个人年平均的一个收入 台北市是170万 桃园市是144万 有看到这些数字是讨计出来的 可以吗 就是我们现在拿到是这样子的资料 拿到是这样子的资料 因为我如果在就是说想要去做分析 其实这种这种横列的资料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转成值的资料 好 所以那些我先暂时先票过 可是我现在要请你们知道 当你们拿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就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各县市 各县市的一个所得收入总计 所得收入总计 例如说民国110年的时候 县市各县市的所得收入总计是怎么样 有听懂吗 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拿到这样子的资料 所以我想要画这张图 好 所以我们来去看说怎么画 有听懂哦 我要画什么图 我要画 我现在只想要画就是说 某一年民国110年 然后20个县市的所得收入总计 看看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有听懂吗 因为这张图你要会画 画完之后你才会想到说 那我是不是110年跟109年来比一比 对不对 这就是下一张图了 这样有听懂我的意思哦 所以我们就先画第一张图 首先 因为我要画的是110年 所以用群组直条图来呈现好了 群组直条图 然后年在这里 好 所以这是哪一 我群组直条图的话 我是不是要有一个X轴 我要有一个Y轴 对不对 好 所以我的X轴是我的区域别 所以你就在区域别这边打勾 再来就是我的什么轴 Y轴是一个Y轴 我这里面也就只有一个X 我这里面也就只有一个X 可以吗 所以这边我就要打勾 直接打勾 它就自动放到X 那你现在你现在一定会说 那不对啊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是很多年很多的项目 我只要算一个项目啊 哪一个项目 是不是总收入 年总收入 对不对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怎么样把它变成是总收入 可以吗 还有年也不是110年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数字是不对的 好 请问一下 我刚刚其实只有点三个地方 我删掉了 重新做 一 对不起 我先讲 我要画的是 我的终极目标是要画110年 各县市的总数 年度收入 比一比 对不对 好 所以 1点选群组直条图 2点选区域别 3点选直 我就只有请你们点三个地 那因为我要画的图 是什么图 等一下 我先教就是各年 各年的一个呈现 各年 什么叫各年 例如说这里面你看到是很多年 从民国100年到民国110年 这11年的数值全部加总在一起 也就是说 假设有一位台北市的市民 他在民国110年到民国100年到民国110年 这11年 他的一个11年的收入的总计约有个十万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 怎么会这么多 这因为里面包含了太多的项目了 这样知道吗 包含了支出什么 所以 我必须要先把它 就是 拆 我必须要先把它拆 所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请你 请你再做另外一张 另外一张图 叫做收入组类的 等于说是 我们这边叫交叉分析筛选器 所以 如何做收入组类交叉分析筛选器 所以 一 空白地方点一下 你不能点 你不能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直接点它 你看 它就直接变了 这样知道吗 好 我先还原 一 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 这个 交叉分析筛选器 三 收入组类 然后 请你 请你 只勾 所得收入总计 好 你看 这个是不是 这个 等于说 十一年间 三千 三千五百万 这是台北市 这只有这一项 这样有听懂 因为我们做大数据分析 它其实就是把那个资料 拆拆拆 一直拆 然后看你要看什么资料 所以 你假设看什么 支出 消费支出 好 这十一年间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怎么做 一 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 交叉分析筛选器 三 收入组类 打勾就好了 我通常会把它搬到边边去 就调整一下大小 收入组类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年 好 请点它 请点空白地方 然后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请选 年 一样三个动作 对不对 那 我已经 这个 这个都必须要教 如果进阶 我就要请你们学会 从民国年转成戏院年 这也是资料清理 反正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好 请看 如果你想看2021年 好 你是看这个数字 对不对 台北市是不是 346万4千多 你知道为什么不对吗 是因为我们要勾选的是 这个是总计 我们不可以用总计 应该是 对不起 这边我要修改一下 这边不是放收入组类 这边应该是放收入次类 收入次类里面的 收入次类里面的 对不起 我看一下标准答案 就是 不是这一个 是 他是 这个收入种类是 受雇人员报酬 跟 这个 还有 这个 对不对 1732126 那刚刚我点的收入种类 我就同时再点到他了 可是算起来好像也不对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选 等一下 我告诉你就是 这个 受雇人员报酬 2021年 我刚刚这是2021吗 这个是 对 110 然后 产业主所得 产业主所得 就要 Ctrl键按住 然后 勾选他 这样就会加在一起 加在这个里面 好 就是我先勾 这一个跟这一个 看到台北市就不是最高了 而是新竹县 新竹县 第一 台北市第二 然后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就是 财产所得收入 Ctrl键按住 财产所得收入 还有 还有什么 自用住宅 租金收入 Ctrl键按住 自用 自用 这个 这个租金收入 现在要换台北市第一了 140多万了 这样可以了解 我在做什么事吗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这四项收入 你去看 2021年台北市 然后2020年 还是台北市第一 可是 你要知道2020年 它是从多少 140多万 变到2020年的 143万 所以它是 它是变多 还是变少 2020年 它是 143万 稍微记一下 2021年 它是 140 它变稍微多了一点 多了几千 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 好 请你们 再去多做一个 加杂分析 再准备 然后 然后下午 我们就要去看现象 好 那我要稍微花一点点时间 跟他们一分钟 跟我们讲结构 这样的结构 我们要暂时在这边 先休息一下 画面就我使用一下 所以 所以我们 可以从 这样子的一个表格里面 视觉化 来去看到什么事情 看到 假设我现在想要看的是 2021年 2021年 它的各线市的一个收入 收入的比较 对不对 你要看现象 现象是什么 你看 现象就是说 首先 这几个城市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下降 还有其他县市 它又是怎么个下降 这样可以了解吗 收入会不会有县市别的差异 而且很大的差异 还有就是 我这样子的做出来 它可以呈现互动式 例如说我想要看2020年 第一名还是台北市 2019年还是台北市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一个弧度的一个改变 2018年有看到吗 2017年 好像感觉 1819它的一个弧度 是一个比较偏缓和的 可是2017年这边 第三跟第四这边 就有一个gate 就是掉下去 反正就有很多现象 这是值得我们来去观察 可是 在这么多的这些现象里面 我教你们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视觉化来去呈现 去用数据去说 您资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这样可以吗 好 我刚刚所谓的互动式 就是我点这边的一个筛选控制 主表是不是就在这边 产生及时的变化 这就是互动式 好那以上 请各位把这个档案 储存起来 这就是我暂时 想要先告诉你们 什么叫做视觉化分析 以及互动式报复的概念 我这边就帮助 我但是就不想要看这边